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好像在15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全国个人锦标赛的12名 那么获得了大师陈浩也算是比较年轻的象棋大师 应该也是可以说仅次于谢敬了 就上海队谢敬的一位年轻的大师了 那么他的对手也是一个年轻棋手 成名 这个名字谐音很好 成名 他是在威凯威比赛中获得的冠军 晋升的大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两位都是非常的年轻 同时也在棋艺上也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应该说棋艺水平都是相当的高 那么今天这盘棋 是两位年轻棋手的较量 那么这个郑梅同呢 也属于少年老成 他并没有摆中炮采取攻击性的布局 而是采取了相三进五 那么非常的似乎很平稳的布局 但实际上里边也暗藏杀机 飞向局呢 一般看上去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呢 如果对形状啊 骑形不是掌握的很好的骑手来说呢 这个开局呢 对于后走方来讲呢 压力很大 对 很难下的 压力山大 因为这种机讲的阵型 一旦阵型被对方控制住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可能比中炮更容易取舍 因为你没有还手之地 因为它非常的公稳 阵型非常好 视角炮也是对抗飞向局 这个非常流行的变化 它很灵活 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下巴 它可以固成这个稳健的单体码阵型 也可以还中炮 形成反击之势 那么 那么马二进一形成单体码 马三 马八进七 居一平二 这个进程都是很正常的 居九平八 下到这儿呢 通常情况下 黑方会走居二进四 因为主要是意思是什么呀 防对方炮八进四的封锁 因为这边呢 如果炮八进四之后呢 这威胁中路 而且黑居暂时呢 也没有好的这个出路 对 所以常规下法人 就要进四 红方平炮 可能在平四或平六 最后呢 把马跳起来 步成单体码阵型 非常稳健 就是另一番斗智斗勇了 这盘棋呢 成名呢 选择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下法 这个好像挺少见的 对 炮八平五 炮八平五 我觉得这招棋呢 实际也有他的一些 引诱对方的含义 他来诱使你炮八进四封锁 他有他的一个想法 因为这个棋啊 实际上现在好像掉了个个 这个红棋啊 是先手当后手 今后有可能不成平风马 那么黑棋呢 我后手当先手 摆了中炮 但里边差了一部棋 那这部棋差哪呢 咱们看 如果黑棋 红方说正常的思路 炮八进四的话 会有什么不同 那么实战中 是走的是狙击 很灵活的一种下法 那么如果炮八进四 黑方跳马 红方在这个局面下 通常的步阵 应该是炮平四 来解决 红方不能马 对 他有可能先捉你一下 你开完一串打得子 这个视角炮 发挥了威力 对 那么这个棋 正常的步阵 是反攻马的步阵 黑方 跳 那么下到这儿呢 无论是这个 这个是视角炮 或者是三路炮 在这个时候 这条线 在巡河线上 都有骑兵的手段 那么在这个 这个局面 他有骑兵的手段 为什么 刚才说了 后手当先手下 他少走了一步 但少走了一步呢 反而巡河线 对 通常 利于他的这个反击 而现在在这儿呢 骑兵恐怕是有点操之过急 但是呢 他仍然可以利用这条线的开放 抢夺先手 比如说你现在常见的对居 18平6 他有一个先手 捉你 这个时候他在走个编组 来 威胁你这个 八路炮 这样如果你被迫后撤的话 他就要尽此顶起来 你的这个左翼封锁的战术 就失效了 对 那么他双鞠在巡河线 今后对兵啊 再配合一些攻势的话 黑方布局可以满意了 对 应该是 所以说这个起 黑方选择了炮八平五 还是有他的一些小算盘的 当然了 郑维同作为希望之星 郑维同也下的比较机灵的 一般常见的 一般的思路总归是红方马而进三 对对对 马而进三 你跳马我出狙 平空马 但是呢 这个棋毕竟 呃 他没有封到这招棋 而且这边今后 他有拘而进六的手段 如果你跳平空马 他跳马你出狙 他出狙 无论你怎么处理 他拘而进六 你这个马好像不太好处理 因为他这视角的串打呀 你平方对狙 他压上 你不敢掌狙看 掌狙一看视角串打 但是你不看 好像你这个马也不太好 从这部局已经长考了 非常非常的灵活 而且他这个布局构思啊 他最后是妥善的处理了 右翼子力的这个布局阵型 否则他这个任务 常规的下法 恐怕很难有一个非常满意的局面 那么这个企业显示了 他的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思维 一个巧妙的布阵思路吧 那么 现在这个题黑方就得想了 如果说让他抓上这炮 再被封上 那就彻底的动不了了 因为有可能人下一步就要到齐盒 全盘封锁 所以黑方很快把局给长起来 他就没走这个 他就很机敏的 而且人家抓到了 到齐盒也是很舒服的阵型 所以他没有动 你抓 不是 你看周一同类齐 他绕了一个圈子 过来黑方跳马 你看那局多有意思 把局给看住了 整整的兜了一个大圈 感觉上是有失先的一个嫌疑 对 但是呢 好像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布局阶段 还不能完全的用这个 出子的这个部署来分析他的忧虑 我们还是要有效率 那么这盘棋呢 虽然他好像表面上都了一步两步 三步四步 这就够折腾的 你说这四步棋要走马 炮走好几步了 如果前面走马的话 去走两步就出来了 这边的炮可能三步四步都走 这两边都封进去了 他这都一大圈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 他的效率 首先他封住了你的直居 第二呢 实际刚才说了 这个马刚才的定位 无论这儿和这儿都不是很理想 反正在这个局面下 他居在外边的时候 这个马的定位倒很从容了 是不是 今后你跳这个 前面有居掩护着 你也杀不进来 完了 以后不得跳边马 跳边马 它也是有 当然这个棋 你跳边马也好 这这时候可能跳正马更好 但是他呢 就跟刚才 你要刚才跳正马 居在后边 炮在前面 现在你在跳的话 我这就好像更协调一些 炮总是留在家里 描射着对方 更有利一些 你用炮封出去 虽然有封锁作用 但是他毕竟居在后边 所以这个棋 东西大圈的 有他的一个效率问题 他效率很高 所以他就弥补了 这个部署上的一些周折吧 啊 那么这个棋呢 黑方看到这里是走了一个 还是要给拘 要有留下出路 留下一个出路 我一看你这么封我 我只好从雷道出来了 也是见招拆招的一步棋吧 那么你看 这个黑 红方 还不跳马 他就 我就不跳 我还不能保留着 定位 我保留着变化 因为我这马跳起来也没什么作用吧 我先补一手 我先看你想怎么弄我 怎么攻我 一般补式的话 都补现实想 对 这个特定的 特定局面下 他补这个是 因为他觉得这样可能更安全 更结实一点 对 更结实一点 而且呢 可能跟那边的这个马安全的有关系吧 从中路的进攻来说 他马的定位 今后可能还有一些选择 如果你要是不这是 这马恐怕只能在这掩护着中路和这个底线了 这样可能更灵活 当然了 这可能也没什么 现在这个局面 这个是还是比较感觉比较协调 舒心的 啊 那么这个棋呢 现在是出局 出局了吧 出局 那么这个时候 马尔进三跳下来了 这个棋啊 黑方这个阵型也是挺奇怪的 他这个局啊 没有好位置 不太好走 如果走巡河的话呢 两个局就重复了 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被人 利用一下 利用一下 蹬你一脚 不太好走 是吧 这个时候如果逐七进一的话 那红方顺势就冰三进一对冰 也有可能 但这个时候呢 黑方这招去 因为他不着急抢这个族 七进一 为什么 因为你也不可能拱 你拱起来 你的局的行为线就被挡住了 所以这个族呢 黑方反而倒是很从容 那么这个棋下到这呢 实际还是一个很正常的进行 那个红方呢 可能还略持一些先手 黑方呢 紫利也都基本就位 那么红方想开展局面就需要一些手段了 对 那么红方呢 在这盘棋中呢 他寻找到的黑方热点呢 就是这个三路线 这个黑方的底下 那么他如何开展呢 这个也是给这个棋友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零七进 宿了一个 这个比较奥妙 对 这个物质是很大 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打开局面的 一步好奇 他呢 一个是把这边的牵制解决了 还有一个呢 确实对黑方的这一侧有压力 施加了一些压力 这个没办法 只能去吃 就冰拱打死局了 对 马七进六 跳起来 这样的一个形势呢 下一招很显然 他可以抛八平七 牵住 然后呢 一时半活你还很难调形 然后我有机会的时候再看看这个局的定位啊 这边能不能再配合上的一些公式 当然实际上下到这呢 黑方并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说可能今后遭受一些牵制而已 对 是说红方利用了黑方那个非边向 不能及时的调整阵型 这俩向上连上还挺费劲的 黑方的那个三路线呢 进行攻击 对对对 那么这个这俩向连上挺费劲的 那么今后如果你想解决这问题 你至少在先这个度数上面 要多费周折 实际上这个时候 黑方冷静的下法应该是足其禁忆了 就是还是先把马开通 如果平炮的话 黑方可以马七轻六 一个马七轻六 一个更稳健的呢 我就去全都保上 我看你怎么攻我 啊 这样下 嗯 这样下的话 慢慢的再下吧 中路没机会 什么拆炮吧 向飞起来 慢慢的把这阵型带给圆回来 然后仰仗着 毕竟有物质优势 对方是子力站位优势 我有物质优势 慢慢的形成一个互缠的局面 还是黑方也还可以 那么这个棋呢 当然了 但是黑方呢 觉得他已经多了一个足 麻烦了就这样签就呢 就也不愿意 担心这个黑方也有 他想法 这个我不能甘心 我多足了 位置也还可以了 我这无非就是底线的问题 那么底线 我给他处理了不完了 所以他呢 现在走了一个马一 这个棋的想法就是说呢 就是今后大不了 我把象飞起来 飞起来 是不是 完了我马冲到前面去 总比在后边受罪 也强多了 嗯 是不是 但是正是这招棋呢 给了红方扩先的机会 那么这个棋红方 如何扩大先手呢 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演进这盘对局 谢谢大家 好 欢迎大家回来 这个棋下到这儿呢 是一个对红方来说是一个关键局面 那么红方如何能利用好 他的这个构思 加强对这条线的攻击呢 实战中 正为同时炮八拼棋 现在这个棋就很明显 要吃马 要吃马了 那么黑方呢 现在面临的一个选择 我估计他可能 黑方现在要么就马吃兵 要么你自己跑 你回去是不肯的 肯定要么马吃兵 要么挺住 但是如果是咱们先看 如果把吃兵会怎么样呢 肯定是一刀 足一斤一顶 这个棋啊 他有这个 他还是有这个巧招 如果你吃呢 他就又来了 你躲居 他最简单的 踩了这个 把这个吃了 这个马死了 对 你就跑吧 我这个肯定行 我不能踩 踩这个你打过来有点危险 我踩这个你得飞吧 然后我把这个吃了 这个马有危险 我先甭管吃了 他吃不着吧 你这个一时半会儿不好跑 所以这个棋呢 恐怕黑方也是看到了这么一个变化 当时他是没敢踩 他选择的是 强行绑上 好像也不错 就是绑上下一招 我一打拘一飞向 我不是就没毛病了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棋 郑维同这个起压 还真是很激烈 他实际早就已经设计好了 一个某子的手段 还是这招 项五金七 非常巧 非常巧 那黑方只能吃下 现在吃不行啊 现在吃 他就直接吃马 你就丢了一串呢 他现在只有对打 先对打 对打 这个也是一好奇 这恐怕黑方 也觉得还可以 你打我 我打你僵 我滚了 我还得一子 对对对 那么黑 红方肯定不能允许这个结果 先避让 怎么办 只有吃虾 只有吃 好 那么红方看到的就是这个实际 巧得一子 注意 不能吃 只能进 积几点 只能进 那么好 那现在马上去扫一个了 红方现在马上踩掉 还是个先手挺舒服的 16斤2 16斤2 那么 踩掉这个 那么下到这个局面下呢 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局面 是红方啊 通过一个精巧的战术手段 多了一个子 但是黑方也不是一无所获 因为毕竟黑方换掉了 就是算是换吧 换了红方一个像 而且在这些 局也被打回去了 完了呢 基本上呢 这边呢 也集中了一个很大的兵团吧 也是司机啊 趁对方缺像的这个时候 展开一些攻势 如果这时候红方说我得了一个子 我就抱着脑袋 想办法守住 然后 很消极的对子的话 那么这个其实还真不好说 也许在进攻中 红方可获得一些更大的利益 来削弱你的多子优势 这个 而且你现在这个马位也不是说很好 有可能被对方偷袭啊 都有可能 他说这一个战术手段的交换 那么到底就是 陈明也许会觉得 他觉得这个 我估计他们这种东西应该都能看见 周一同算好了 陈明可能也看了 只不过理解不一样 周一同认为我得子好 那个陈明认为我丢于子 我这个子立位置好 把你局打回去了 我还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么就看两位到底谁判断的更准确 那么下一招 陈明 这招其实是必要的 首先加固中路 第二 你别老瞄着我 这个影响我的这个出子了 速度 看 周一同毫不手软 他并没有说采取一些什么 说加强防御 多子慢慢下 没有 他直接又展开了中路的牵制 这个打掉的话 比先立刻就出奇了 那么黑方仍然不允许 这招防守也是很刀 既可以保足 又可以下招 我偷吃你这马 这马还是有点危险的 对 红防还是非常积极 还是围绕 对 还是围绕你的公主做文章 他根本就不考虑说我后防 如何防守 我还是先进攻 先攻你再说 然后我多子 总是有余地 对吧 那么黑方一看这个没办法 聚三平四 黑方现在也准备动手了 说你这样来吃我 我没办法 我只好给你全力进攻 黑方的准备吗 今次这样 等我朝 等我朝 我就这两脚 反正蹬到这来 你这边一时半会也挺头疼 那么黑方也是挺凶狠的 这招起 但是郑维统 这个算度还是很精神 吃了 还是吃了 吃掉 你光吃了 杀掉 泡打 泡一打 对 那么黑方 跳马 这个跳马呢 也是很强热 你不敢 不敢揪不上我 你揪上我 我有一个齐鸡的沙发 就是拽不够 对 你一拽的话 我这边一蹬 完了 你这怎么防 我趴在一闪 你那泡可能也丢了 我这闪有各种闪法吧 对 这个肯定不行的 那么郑维统也是 不慌不忙 退泡 先别住 黑方 其实我觉得这个棋 就从咱们这个肉眼来看 就粗略的一看 觉得黑方挺痛快的 对 虽然少个子吧 心情很愉快 是处于进攻状态 还是比较好下的 对 尤其 红方如果一不谨慎 就是走错了一招 这种棋 黑方其实甭管做输赢吧 这个局面 黑方好下 为什么 我说的好下 不如说他能赢 我说的好下 就是他没别的选择 对 就只有一条路 尤其时间紧张的时候 像这种棋车 我先杀你吧 是不是啊 这样也挺心情愉快 输个输个痛快 当然了 这个黑方 红方确实要小心 黑方这个子力啊 攻击的势头很猛 这个是必然的招法 黑方这招很凶 准备点下来 直接就准备点下来了 点下来 完了 飞下 他也并 这个红方也不采取一些 什么消极的办法 比如什么 我这扛一扛啊 他也不消极 他已经算准了 说没事 你来吧 他赶快把那个左鞠先出来 他现在还是着急 说现在如果 我现在能对鞠是最好的 如果能对我这鞠是最理想的 我多子就稳健了 很稳的就获胜了 那么黑方启能容 他这么舒服 一点 很凶 红的没办法了 停鞠 看上 红方仰仗着多子的优势 准备一鞠化二子 他已经算准了 这个鞠一鞠以后 我这个棋就 希望很大 但是获胜的机会 因为黑方没有过大的一些什么物质上的补偿 因为物质上红方还占有优势 多子还多兵 无非就少个像 那么在速度上来说 只要我在攻击速度上领先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棋点上之后 一看 黑方换了吗 实战是换了 这个棋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棋 如果说走足三级 下一招好像挺厉害的 鞠打死了直接 但是红方好像有一个 橘漆尖二 你打的话 他橘漆平发 看上 对 你要是打的话 他就顶着你 他就这么来回顶着你 你也拿他没有什么太好的 这时候再换 可能这么下有一个好处 就是多拱一步兵 也可能这么下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但是可能结果也差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走这个来 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毕竟在今后的对攻中 你可能要快一步 往往对攻就是一招棋 经常有棋手说了 我就差一招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多拱一步兵以后 交换了以后 他这个三组以后 直接就可以走过来 他快一步 那么这一步可能就会产生 很多新的变化 所以这个题感觉还是应该冲 那么红方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只有 只有张起来 对 你一出他好像有别的招吗 眼看着打就受不了 是不是 这好像你这都来不及吧 你走这也不行 打你打他 把鞠跑了 你跑不了 有没有炮五瓶 他就打你 打我退炮 他跑了 你跑不了 我跑不上 人家跑了 那我飞象呢 那他是不是这个 他跑完以后 他那边抓马什么的 对 他要拱兵抓马 这边的盗马 登成好像一堆的手段 对 你飞象 你飞象的时候 他直接握僵了 那你象就丢了 对 所以这个棋 他还得走这个 那么多走一步 然后再吃 这样 黑了多走一步足 他不红的 走炮五瓶八有吗 如果你打的话 我有没有杀兵的棋 你现在走炮五瓶八 那他跟刚才一样 他卧一僵 他不还是多走一步足 他现在实际 你无论去基金也好 或瓶八也好 他都是多走一步 多便宜 那么感觉上 还是应该多走这步的 对于今后的 这个攻杀来说 因为这种棋 黑方肯定今后要对攻 那陈明看到 能够换酸 他就心比较急 赶快先换了 他可能也 他觉得这个棋 虽然我少个本 但你还少个像呢 他觉得这个棋 没有什么问题 他就直接就来了 可能有点着急了 这个棋有点着急了 换掉 吃掉 打掉 好 打掉之后 这个棋应该是 出这个组 足七级 足七级 马一推二 推向 完了是 退兵 红方现在多子 他就是说 想办法把我的 全都活跃出来 都走到 交好的位置 交好位置 然后我只要 一拥而上 人海战术 我就赢了 我感觉就是 骑黑方 还不会很容易输 对 感觉上应该可以 但是 意想不到的是 后边的 红方招法 真是干净利了 非常的 很快的就把 这盘棋拿下了 飞掉 然后这时候 过足 你看如果刚才 多走一步 现在足已经过来了 现在足已经过了 差距大 红的想取胜 可能还真要 比较困难 多受一些 多有一些变化 老 那么黑方 过足 继续过足 现在就是老 差一步棋 原来如果在这里 直接拱下来了 当当两下 至少你在这 他们不敢走这个了吧 对 实战 走了一步妙手 你若一吃手 一飞足 红方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就踏踏实实的 我多子 我就赢你了 所以这个棋肯定 不能接受 那可以足三平四吗 足三平四 他就跑 足三平四 这也要叫精 有闷工也不行 真的不行 这个棋 只有冲了 只有冲了 冲了 那么好 你看 红方 咱们看 他走得比较强硬 他也会不是 人都不要了 他认为我这两脚够了 那么黑方 确实一看 走得都没法防守 赶紧 帮忙 来 咱们就看刚才少走一步足 差距多的 如果足在这 他这都不敢走 足在这的话 你的炮都得跑 你全丢了 你看这差距很大了 一跳 现在是黑方 黑方走 橘四平五 橘四平五垫上 黑四平五以后 看看红方如何表演 红方走的是 跳卧槽了 跳卧槽 这招骑黑的好像没有办法 只有退炮 看住 对 如果不看 你随便走什么 我如果将一戴就绝杀了 基本上就绝杀了 那只能退炮 那么退炮 好 这个时候 这个 郑伟同 这个非常简明的给大家表演了一下 一般辞职的话 红方有可能后马在进去连环 对 一般的想法 慢慢往前推进 再走下去 对 慢慢的推进 或者反正我走完之后 你 不过走完的话 黑方拱下来 以后 那他有可能过来什么打锯 他慢慢绕 或者小点的补个式什么的 或者直接把炮过来什么的 过来 然后给你对炮什么的 就是说有各种的下法 但是郑伟同 现在用了一个极其解明的 可能大家容易忽略的招法 而且有可能成名当时也忽略了 估计是忽略了 比较 这是比较隐蔽的 挺隐蔽 可以说是挺隐蔽的一招棋 而且后来特巧 成名已经尽最大努力 减少损失了 但最后仍然是 再丢一次 再丢一次 这个棋怎么下的呢 前马 直接就送掉了 你这只能吃了 我吃的菊呢 你这也只有支了 人家有一招马尔推丝 这招太巧了 这招马尔推丝之后 黑菊不能逃了 如果马斯基三 你再逃一采士 你怎么那都是丢 是不是 他只能拐冲炮 其实如果他要直接拐冲炮 可能还好点 他就丢一个 他是想 他自己是想多吃一个 能把你中毒消灭了最好 但实际上呢 他只要反而又丢一个 人家就把菊给踩了 那他只能打 对 你能打尽了 他电炮 一电炮 一电炮这个棋 他只能打 突然发现冲冲 呦 这个马吃了 炮死了 因为如果你退一打 他随便把箱 落一箱 飞开 双炮 你正好后边插一口气 所以早上病 他还不直接挂中 直接挂中也输了 因为他少子还少兵 同时还多很多兵 那么这个棋下到这儿呢 成名一看这个棋 也就做认输了 这个棋 确实太巧妙了一招 那么这个郑维彤 这盘棋的表现呢 是非常的好 非常突出 最后在布局阶段 也是攻防非常的冷静 在得子的情况下 没有手腕 继续发动进攻 结果郑维彤赢了这盘棋以后 他们对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对 昨天是一个什么情况 还有谁 好像交代快棋了 对 有可能 好 那这盘棋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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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